这与大众预期的3万美元车型截然不同 备受瞩目的低价特斯拉终于迎来曙光 埃隆·马斯克透露 一款定价1.5万美元的车型将于今年底问世 这无疑将成为普罗大众真正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动 汽车据早期现任消息 市场需求预计将异常旺盛 甚至可能超出特斯拉的生产能力 这款新车有望迅速普及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 马斯克强调这不仅是汽车设计的革新 更是特斯拉制造方式的颠覆 他表示特斯拉的目标是实现每日数千辆的产能 这款经济型车的销量预计将超越Model 3和Model Y的总和 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 但马斯克在这款低成本车型上倾注了大量精力 并坚信其竞争力足以让中国车企也难以企及 这些绝非空穴来风 这标志着特斯拉迈向下一个巨大飞跃的开端 一款售价低于1.5万美元的全新车型即将登场 尽管尚未正式发布 但从德州超级工厂内部流出的信息 已初步展现了这款未来之车的面貌 敬请期待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了解到为何这款车型 有望成为特斯拉历史上最成功的力作 以及马斯克为何调整策略 从高端市场转向更具性价比的低成本路线 敬请关注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款车型 如何可能问鼎特斯拉销量榜首 以及马斯克战略重心转移的原因 这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特斯拉与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面对中国汽车巨头的持续领先 马斯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比亚迪推出一系列价格极具竞争力的电动汽车时 部分车型甚至低至1.2万美元 马斯克意识到 如果特斯拉没有一款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平价车型 将面临落后的风险 销售数据显示 比亚迪目前仍领先于特斯拉 正因如此 以14,999美元的价格推出Model 2 无疑是马斯克一次大胆且出人意料的举动 坦率的说 我们对此感到震惊 尤其是考虑到Model 2最初的目标定价高达3万美元 但现实情况是 即使是3万美元的价格 也已不具备竞争力 这个价位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仍然遥不可及 远高于比亚迪经济型电动汽车的产品线 然而14,999美元的定价 彻底颠覆了市场格局 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价格 足以掀起预定狂潮 要知道 即使Model Y在中国市场的定价并不占优势 仍然取得了可观的销量 那么试想一下 一款价格仅为Model Y三分之一的特斯拉车型 其市场潜力将是多么巨大 坦白的说 我们至今对此仍感到难以置信 根据内部报告 这款车型计划于12月上市 马斯克已指示团队在正式发布前 敲定所有细节 从外观设计到技术参数 即使在乔罗根的追问下 马斯克仍然坚称 在车辆正式亮相之前 不会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尽管马斯克尚未正式确认其命名 但Model 2很可能成为这款车的最终名称 这个代号已经在行业内流传多年 这款车将是一款比Model Y和Model 3更加紧凑的两箱车型 并将为特斯拉的产品线引入全新的设计语言 马斯克解释说 他将采用比Model 3和Model Y更为简约的设计理念 但外观将与这两款车型截然不同 特斯拉希望这款车能够展现独特的风格 简而言之 Model 2将是一款全新设计的先辈车 其尺寸更小 配置更基础 并采用低成本材料制造 而1.5万美元的定价 恰恰印证了这一理念 马斯克宣布这一消息后 长期关注特斯拉的人群反应 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一部分质疑者认为 为了实现1.5万美元的定价 Model 2的配置必然会被大幅削减 甚至可能降至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然而 众多特斯拉的拥护者 则对此充满期待和乐观 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 渴望拥有一辆真正负担得起的 特斯拉的消费者 对他们而言 Model 2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入门机会 即使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 然而 多方泄露的信息显示 Model 2可能与大众的普遍想象大相径庭 即使其定价仅为Model Y的一半 其性能表现仍有可能超出客户的预期 据泄露的信息显示 其前脸设计相较以往车型 几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前大灯的位置更高 造型也更加犀利 呈现出更简洁更自信的视觉效果 整体设计大胆前卫 又不失年轻活力 据悉 Model 2将摒弃Modely 及Cyber Cap车型采用的灯带设计 为了取代高端车型的灯带结构 特斯拉正转向一种更简洁的 全新前大灯设计 其重点在于成本效益和空气动力学优化 这种简约并非简单的降级 而是特斯拉全新设计理念的体现 精简元素凸显个性 只需Glance一眼Model 2的前脸 便能立刻辨认出这是一辆特斯拉 但它是一款来自未来的特斯拉 紧凑有力且风格鲜明 独立Model 2的车身设计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新理念 特斯拉采用了新一代全整合式GIGA压住结构 显著减少了车身接缝 板筋间隙 以及独立的车身部件 由此呈现出极致纯粹 无缝衔接 近乎未来主义的外观 车身曲线被刻意简化 以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同时仍为这款城市先被车 保留了理想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特斯拉的目标 并非仅仅打造一款廉价的小型车 而是创造一款面向未来的小型车 正是这种大胆的极简主义赋予了Model 2优美的车身比例 使其显得均衡 现代完美契合城市生活的需求 同时又不失特斯拉独特的品牌特征 Model 2的车门系统是这一设计理念的又一例证 此前业界曾热烈讨论这款车型 是否会沿用猎鹰一门 或者采用类似于CyberCab的特殊开启机制 因为两者最初被认为存在密切的关联 但事实证明这些猜测完全是错误的 虽然CyberCab将采用革命性的无箱式制造工艺生产 但Model 2将沿用更接近Model 3的传统装配线 正因如此 特斯拉为Model 2的车门选择了更智能更实用的解决方案 保留了传统的四门布局 但对角链 缝隙以及开启角度进行了重新设计 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日常使用的便利性 这一决策既基于设计方面的考量 也充分考虑了实际需求 猎鹰一门虽然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但也存在结构复杂 成本高昂 且占用大量空间的缺点 对于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车型而言 实用性远比炫目的视觉效果更具价值 特斯拉选择了功能至上 但并未因此牺牲精致感 通过优化从隔音效果到车门关闭手感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特斯拉在低价位的前提下营造出高端的体验 外观设计或许是设计语言的一次重大转变 但真正使Model 2与众不同的是 特斯拉将极简主义转化为降低电动汽车门槛的工具 同时在核心技术方面毫不妥协 在简洁的外表之下 是完整的全自动驾驶硬件套件 前置摄像头巧妙地融入了前脸设计 特斯拉深知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性 它已经融入了品牌的基因 因此Model 2完整地保留了这套基础架构 不仅能够提升当前的用户体验 更支撑着特斯拉的长期愿景 使这款车成为未来自动驾驶出租车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据报道 特斯拉在车内配置方面进行了大幅精简 这可能会让那些不热衷于极简主义的消费者感到失望 报道称 Model 2将采用织物座椅取代纯素皮革 织物座椅的触感不如厚者柔软且更难清洁 座椅将取消加热功能 而全景天窗的移除可能会使车内空间略显压抑 单层隔音玻璃将降低隔音效果 车内氛围灯仅支持单色调节 座椅将取消加热功能全景玻璃天窗的移除 将使车内空间感略显局促 单层隔音玻璃将降低隔音效果 车内氛围灯仅支持单色显示 缩减的扬声器配置必然会对音乐和娱乐体验造成影响 没错 这些正是传闻中将被移除的配置 正如马斯克此前所言 如果您追求更高端的配置和更丰富的驾驶体验 特斯拉现有的其他车型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归根结底特斯拉未来的产品线必须寻求平衡 Model 2显然将价格作为首要的优化目标 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在幕后 埃隆·马斯克正悄然推进一项更为宏大的计划 特斯拉正准备彻底放弃锂电池 转而采用更快速更廉价更安全的铝离子电池 如果泄露的消息属实 首款搭载这项突破性技术的车型并非豪华车型 而是Model 2 迄今为止 特斯拉在Model 3和Model 3的入门版本上 一直依赖磷酸铁锂电池供电 由于其稳定性、低成本和耐用性 磷酸铁锂电池已成为特斯拉 乃至几乎所有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首选 迄今为止 特斯拉在其Model 3和Model 3的入门级车型中 主要采用磷酸铁锂电池 这种电池因其稳定性高 成本低廉且性能可靠 不仅是特斯拉的首选 也几乎成为所有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标准配置 当然 面对即将推出的Model 2 特斯拉本可以继续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来实现其低价定位 但当目标定价是残酷的14999美元 且面临来自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时 即使是磷酸铁锂电池也显得过于昂贵 因此 据泄露的消息称 特斯拉正着眼于一种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一种比磷酸铁锂更便宜 且性能远超其水平的电池 公司内部报告显示 特斯拉正在研发一种全新化学体系的电池 彻底摒弃锂元素 当这个传闻出现时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特斯拉历代电池都以某种形式依赖锂元素 诚然 特斯拉曾转向NCA和NMC等化学体系 以降低锂的含量 但从未完全去除锂元素 然而随着锂价的剧烈波动 马斯克甚至公开抱怨 特斯拉寻求摆脱对锂的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现实层面来看 锂基电池的成本依然过高 难以支持特斯拉将电动汽车的价格压低至2万美元以下 因此 最合理的选择是转向采用更廉价 更丰富的材料的化学体系 这正是锂元素的优势所在 但锂离子电池究竟是什么 为何它对于低成本电动汽车如此重要 电池科学可能相当复杂 尤其对于非化学爱好者而言 最简单的理解是将锂离子电池视为一种 以锂而非锂作为电荷载体的电池 坦率地说 这种基本解释并未阐明 锂为何能在性能上超越锂 而这才是关键所在 让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剖析其原理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 锂离子电池相较于传统锂离子电池的核心优势 简而言之 锂离子电池基于截然不同的电化学机制运作 与仅携带单个正电荷的锂离子不同 锂离子可以携带三个正电荷 这意味着每个锂离子能够传递更多的电子 从而提升电流密度 使能量在电池内部更快速更高效的流动 在能量密度方面 早期的锂离子电池原型已经展现出高达500瓦时 每千克的潜力 这一数值约为当前锂离子电池 约250瓦时每千克的两倍 这意味着锂离子电池在同等重量下 可以储存双倍的能量 从而实现更强的性能和更长的续航里程 关键在于 凭借更轻量更高效的电池 紧凑型的Model 2车型突然成为了完美的搭配 这款车型以轻量化和极致效率为核心设计理念 官方规格需等到12月公布 但目前泄露的信息显示 锂离子电池组的最低续航里程可达300公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 特斯拉据称将电池容量缩减至仅53千瓦时 但续航表现却仍然超出了预期 这充分印证了这种新型化学体系的卓越效率 当然特斯拉将提供双版本配置 长续航版本将在价格略高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升行驶距离 专为那些更看重续航而非频繁充电的驾驶者设计 如前所述 铝离子电池组预计将比现行的 磷酸铁锂电池组更具成本优势 这一显著的优势使其成为Model 2的理想选择 事实上一个53千瓦时的铝离子电池组的成本 预计比同等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低约2000美元 原因很简单 铝元素在地壳中的储量比铝元素多出数千倍 地质数据显示铝元素约占地壳总量的8.2% 而铝元素的占比仅为0.006%至0.009% 这意味着铝的储量约为铝的800至1200倍 如果您对此存疑 不妨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查询 您将得到相同的数据 如今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平价电动汽车领域 特斯拉正面临着中国竞争对手 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挑战 这片新的战场正迅速升温 聚光灯聚焦于马斯克的特斯拉机器人Optimus 与Xpeng机器人 一家正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领域的 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的正面交锋 几年前人形机器人还被视为科幻产物 但到2025年首批真实产品已展露头角 为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市场打开了大门 特斯拉近期宣布 Optimus的预计售价为2万美元 这个数字在科技界堪称惊人的低价 远低于大众的普遍预期 埃隆马斯克坚称Optimus 是特斯拉历史上最重要的产品 其战略意义甚至超越了Models Model 3或Modely 其逻辑清晰可见 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是汽车产业的30倍 而人形机器人正是进军该领域的关键 特斯拉坚信将汽车领域的人工智能数据处理处理器 及摄像系统整合至Optimus 将赋予其巨大的竞争优势 然而中国并未停滞不前 中国智能汽车创新领军企业 新创科技近日发布的人形机器人 以其惊人的流畅度和逼真的动作 令业界专家为之惊叹 在新创人工智能日活动上 其机器人登台亮相时的动作自然流畅 以至于许多人误以为是真人演员 新创尚未透露过多的技术细节 但暗示其目标是明年就将机器人推向市场 售价可能仅为1万美元 比特斯拉低50% 当然新创传闻中的1万美元定价 引发了诸多质疑 特斯拉作为一家真正的AI企业 拥有自主研发的芯片 完整的自动驾驶软件 以及数百万辆汽车的真实世界数据 而Xpeng目前仍主要被视为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打造出 与Optimus性能相当的1万美元机器人 这将是一次极其大胆的技术飞跃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 Xpeng必须攻克最艰巨的难题 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 特斯拉耗费了10年时间 通过自动驾驶和神经模拟技术 才逐步取得突破 特斯拉方面 埃隆马斯克表示 公司已通过轮式机器人 及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研发经验 解决了人型机器人建造中 最棘手的80%难题 Optimus采用了与电动汽车相同的AI芯片 摄像系统 图像处理器 甚至量产级别的汽车执行器 这使得特斯拉能够降低成本 提升可靠性并快速扩大生产规模 这已不再是一个附属项目 而是特斯拉的核心战略方向 芯片 摄像系统 图像处理器 乃至量产级别的汽车级执行器 这使得特斯拉能够降低成本 提升可靠性并快速扩大生产规模 这已不再是一个附属项目 而是成为特斯拉的核心战略方向 公司甚至放缓了新车的研发 以集中资源投入Optimus项目 特斯拉坚信机器人而非汽车 才是其真正的未来 与此同时 Xpeng在中国制造领域拥有显著的优势 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更长的工作时间 以及政府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强力支持 这可能使Xpeng在初期阶段 打造出比特斯拉更经济的机器人 正因如此 这场竞争才如此激烈 特斯拉在软件和真实世界数据方面领先 而Xpeng则在成本结构和部署速度上 占据优势 最终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 谁将率先将人型机器人交付到消费者手中 又将以何种价格实现 特斯拉拥有长远的技术和愿景 而Xpeng则展现了中国科技文化特有的灵活性 和惊人的速度 无论谁最终胜出 有一点是确定的 人型机器人已不再是科幻小说 一个新纪元正在开启 世界将很快见证特斯拉与Chapspeng之间 为塑造未来劳动力和人类级别人工智能 而展开的激烈角逐 更值得关注的是 马斯克手中还握有数款潜力巨大的产品 特斯拉Model 2将于下个月亮相 纵观特斯拉的产品路线图 不难发现他们习惯于在每年的年末 推出颠覆性的产品 Model 2有望成为12月发布会的主角 坦率地说 这或许是特斯拉在整体表现平淡的一年中 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那么您呢 是更期待Optimus还是特斯拉Model 2 您对这些即将发布的产品有何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再见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